好的 各位歡迎來到一場新的英雄連隊3的回放 今天這場是我打的 那我就不劇透太多內容 但是我覺得我可以說的是保證這一場精彩 那一樣我請到林克大師來講解一下 因為這場我覺得有蠻多應該值得討論的地方 好啦 總之我們先趕快開始吧 GO 所以林克那邊會是國防視角 他那邊直接空降 林克來說一說平衡更新後現在空降的定位吧 應該是沒有變太多啦 因為畢竟沒有動到任何跟空降的關係 所以就只是讓他的旋風出來的時間比較慢 就差不多正常 現在 自從他從3CP 就是那個旋風加一隊獵兵 從3CP開始4CP之後 基本上沒有人在點 嗯 的確 都是點國畢多人力減免 人力減免 那個人力減免這樣25%還是蠻有用的 很有用 然後現在似乎大家也都會搭配T1一本 來跟這個空降 大家不再會是一直丟空降工兵 然後不出T1 現在會 現在看到大部分是會搭機槍 會搭機槍 呃 那天我看國外的一個死亡組他說 現在國防他認為啦 比較強的還是空降 他說因為國防沒有太好的步兵 所以說空降能夠提供 像空降獵兵這種比較好的步兵 你覺得 他這樣講我是蠻認同的 因為如果你要以前期的步兵來看 尤其是 弓兵跟子彈兵 都沒有辦法跟空降弓兵做對 那個 空降的弓兵強太多 的確 而且子彈兵 那個叫什麼 裝甲子彈兵 要T3 我目前聽到大家的說法 就是大家被T3比較不是很滿意 就是大部分的人喜歡T2 跟這一代的AT AT槓的運作方式也有一點關係 那對 這一代翻人格砲都不是很好用 就很奇怪 他那個很奇怪的 不知道該怎麼講 他們那個轉砲管 不是說扛起來轉 就是他架好了 他要轉砲管的那個速度也很慢 然後也有 我現在也蠻常遇到說 就是他明明 對方的裝甲就是在你的射程內 但是他就是 會做一個抬起來然後放下來的動作 這個 對 我聽他們說 如果你 反乃格砲用那個 攻擊移動的話 他會一直要把 對方的坦克對準他 反乃格砲的中線 所以只要稍微偏一點 就算還在射程的那個範圍內 他就會把他抬起來轉一下轉一下 我不確定這個啦 但是 反正有很多說法 可以確定的就是 他現在就是怪怪的 就是很難用 這邊有出了一個比較少看到的單位 Dingo 登高鎮塔車 呃 林克你覺得這個單位怎麼樣 我 其實 遊戲剛上的時候我就覺得這東西很強 但是他就是有一個很致命的缺點 就是他不能暫停 對 而且他也不能自己回血 不能回血倒是還好 因為 英國本來就公兵開局 所以其實是還好 那也是 可是重點是他跟其他 同一個時間點會出現的車子兵 呃 他就是 有一個很大的缺點沒有辦法站 但是 他也比同期出來的車子 戰力強很多 的確 我比如說我 我從之前用WIZO 然後到現在 用這個登高我就會覺得 WIZO比他強很多 可是畢竟WIZO是連隊專屬的 而登高是隨時都可以出的 這台車 不需要升機槍 他自己就有 對他自帶機槍 然後他還有一個很棒的點 就是 他一行之後可以丟 那個 炮擊 對 而且還可以丟假的 喔 不過他連丟假的都要彈藥 但是丟假的 呃 這一代影響蠻多 因為 這一代的炮擊 大部分的人 都會 會下意識的去 呃 用走的去散 嗯哼 前 可能二代 一代的炮擊 可能會直接提比較多 的確 對 所以你可以用這一招 讓他脫離原始就差很多 的確 這一場我 而且很便宜啊 對 而且真的非常便宜 而且這種車要一新其實很快 一下子就一新了 我當時覺得他的那個 分發醫療補給就是幫單位回血的技能不是很 不是很有意義 就他冷卻超級久 好像要一百六一百八十秒 反正超級久 但是他是免費的啊 是沒錯啦 但是就沒辦法 如果跟Weasel比的話就又弱多了 Weasel的畢竟是持續免費自動的 而且 就是免費的 又是持續的 這邊對方的空降列兵出來的有點快 就是跟我預期的 其實空降列兵要出來 是可以很快 兩點就可以 所以他是完全跳過了另外一邊的點數 另外一邊也不點啦 因為要四點 蠻久的 他這邊只要點一個煙霧 欸不點一個偵察 然後再點上去一個 兩點就可以叫我閃兵了 說到空降列兵 我感覺空降列兵 是我目前感覺遊戲裡面最強的步兵 要說最強嗎 我覺得是可以拍很前面 我覺得每次我拿有BAR的步兵 美國步兵跟他打 有時候都還打不贏 就算是雙霸的 我覺得最主要還是看星數啦 老練 也是啦 他這個FG42沒有寫說他適合交戰的距離 基本上就是全距離 就是全距離 OK 對基本上就是全距離 我自己感覺這些空降 空降列兵從字面上看 115滴血 是非常高 遊戲裡有單位的血比他高嗎 好像沒有 步槍兵就在升滿也是112 步槍兵升滿的話是 你要喊老練可以到100 可是 他散兵也可以靠老練再加10滴血 喔他還可以再加10滴血 他的3就是我記得 老練3的加生命值就是加10滴血 對都會加 對 所以空降列兵真的真的蠻強 空降列兵是多少多少人力來的 340吧 340喔 340還360我有點忘了 他比SSF還有便宜很多 便宜100 而且出來的時間也比SSF再快一點 他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反彈能力啊 他有那個鐵拳 你要說單兵作戰的話應該是他最強的 可是你要把班主人數算進去 他只有4個人的確 對 其他的像SSF是6個人 Rifleman也是6個人 恩 然後 Foot Guard也是6個人 的確 不過這個空降列兵的作戰能力真的 不能低估 真的 單兵作戰能力很強 對 我覺得你現在圖控蠻差的喔 對啊 圖控有點差 但是 你有時間啦 因為他完全沒在佔VP 對 他那邊 人力 OK嗎 我後來是看到他出了獵兵 所以我就完全沒有 要出載 就是短時間就沒有要出載具的意思 因為我覺得他基本上 都是步兵 其實只有一個獵兵的話 是可以不用爬 就繼續照樣處就好 兩隊在考慮要不要不處 那這邊 欸你說 哇你只有四個步兵喔 其實有點少 對啊 因為我只有 我其實到現在沒掉單位嘛 一個工兵 開局的 然後 賓購加三隊步兵 對但是他是 一二三四五六 六個步兵 六個步兵加一個 還有七個單位都可以佔點 對 但是我現在的資源其實也還是不是很多 只有兩百多的人力 我開了三本點了那個 解鎖斯圖亞特 所以我前期的佔點的確是 這就是丁狗不能佔點 前期佔點的能力 對所以丁狗要能去騷擾 他佔點的能力會比較好 所以我升了這個 偵察包 附居一槍的連菲爾德 這個升級 林克覺得怎麼樣 這個我覺得拿一個 最多最多兩 就好 因為他其實沒有加傷害 就他不會增加這個單位的作戰力 如果要說加傷害的話 就是從那個什麼 那個軍官啊 湯米的軍官會從手牆變成一把 DMFIEL 唯一的火力提升只有那樣 他其他的是完全沒有火力提升 他只有對 因為有狙擊鏡的關係 所以對岩體內的單位 有額外的準確度 哦 我其實不知道狙擊的作用是這樣 所以會有感覺他變痛 是因為他打岩體內的目標 準確度提升 但是他實際上的火力是沒有提升 你真的要提升火力就是要選 這邊這個 還好沒炸到 那我自己用下來 用了幾天Dingo的感覺是 Dingo 不用到後期 就是大概到這個時候開始 我就覺得Dingo有點沒有用 他不像WIZO好像會一直有用 Dingo還是有用 就是他的技能 要多用他的技能 哦對啦 多丟煙吧 不過我的彈藥有點吃 現在只有28而已 然後像現在你 場上看到他有在拉鐵絲網 嗯哼 你可以用Dingo整法撞掉 哦Dingo可以撞鐵絲網 嗯 因為我那時候WIZO連那個 木柵欄都撞不開 所以我根本就沒有想到Dingo可以撞鐵絲網 Dingo是 裝甲偵察車 所以是可以的 OK 我印象中是可以 然後11分鐘的斯庫亞特 也有一點慢 嗯哼 那斯庫亞特正常 一個理想的出來時間點 應該在什麼時候 呃 我們跟北菲比的話 北菲 巴倫差不多7分鐘 嗯哼 那斯庫亞特如果就是平局的話 差不多會是8分 會比巴倫慢 了解 欸那所以 這個開局 你會建議是 兩公兵 然後才 護兵Dingo 這樣會站快一點呢 還是說就是再多補一對 Tommy 我覺得可以4對Tommy沒關係 就4對Tommy 對 所以這邊我被打回家 有點 或者是兩公兵3Tommy 可能 我覺得兩公兵不錯 這邊 這邊 就是直接被他的這個 空降列兵給 來 他們的那個 傷害好可怕 記得 偵察班的Tommy可以丟 照明蛋 對吧 你可以出去前線丟個照明蛋 呃 對 然後我看你選的是 那個裝甲連隊 裝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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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可以 如果你覺得Dingo沒有 你就把它 對我其實一直忘記 裝甲也有 裝甲連隊可以不用開T4本 就可以那個 把載具 退回去 然後像你現在做的事情就不好 你一隊一隊出去送 呃 的確 你已經 你第一隊出去的時候 已經知道 他有 兩隊在那裡 其實可以就不用從這個 宅頭走 就繞一下就好 嗯哼 反正他站在那邊不動 就等於說他都沒在站你 那你就讓裝甲去對付他就好 我本來覺得 我們拿 我拿這個升級連費得的 跟他對射應該要 要OK的 可以 可以射一段時間 就沒有想到 死那麼快 其實像 你有司徒亞瑟 你就應該去欺負他 沒有反彈能力的不一定 嗯哼 我自己有一種感覺 聖太亞特 他的砲打的總是感覺 讓我很 覺得很不準 呃 你在沒有開 輕型載具訓練的時候 是會這樣子 但是你開的時候就會很準 嗯哼 基本上就會很準 怎麼會破炮 所以其實 有喔 就 剛剛人力太多了 我其實現在人力蠻多的 但是油料有點跟不上 所以 加個破炮吧 不然每次都讓他待在岩底裡面打 可以 知道 這邊4號已經出來了 所以我的確是 慢很多 我覺得這個開局 可能真的 我應該要再多補一個步兵 前面站點的速度才不會慢那麼多 或是你丁狗可以繞去打他 要佔優點的兵 嗯 因為我的丁狗很差 他如果要硬佔優點的話 你把他換掉了我剛剛 用這個輕輕載去撤離 把他換掉 不過丁狗只能換回人力就是了 丁狗畢竟不需要耗優的樣子 對 而且你走裝甲的話 其實也可以 其實可以出公兵啊 那公兵很便宜啊 那對 我就在想 這個 裝甲連隊的打法 每次都是 大家都是出一大堆公兵 我就在試試看說 有沒有辦法 不是一大堆公兵的打法 那我就會建議說 那就 不要 選裝甲 就不要選裝甲 就不要選裝甲 我也覺得 就是 等於說你浪費一個技能 是 那我就是在想著做各種嘗試 因為畢竟英國每次公兵開 說實話玩得有點膩 那個公兵開是真的 很強也很常見 我自己的打法會是 你走 你已經走司徒亞特了 然後 你知道你 突空不好 你就繼續出司徒亞特了 然後開 步兵訓練 不步兵 那個 親情載居訓練 所以就是用司徒亞特跟他 跟他打 然後如果有出4號這種 就是好幾台司徒亞特 至少可以逼退他 你給他升車掌的話 還可以把他打爆 這個坦克指揮官對於 斯徒亞特這台坦克本身 有什麼幫助嗎 你是說有那個鋁帶射擊 不是 鋁帶射擊是一型 車掌是標記車輛 喔對 他可以有標記車輛 對對對 這一代的標記車輛是會 減少被標記車輛的裝甲 然後提高受擊率跟所受到的傷害 嗯哼 這邊還好 他送掉了他的4號 所以他沒有必要送掉 那這邊我也沒有控好 這個機槍寫掉太快 很奇怪 沒有 他4號往前 不知道為什麼閃靈沒有一起 對啊 操控力吧 這個感覺上就是操控力的問題 我雖然幹掉這個4號 我還是被打在家裡 不過他沒有去站點 就是他把單位全部集中到我家門口 這斯徒亞特沒有開那個之前 真的是什麼都打不到 我覺得他這邊做的也蠻好的 直接用炸套包 把我的範德克包跟機槍都炸掉 蠻虧的 雖然說範德克包殺了起來4號 也不算不划算 呃這邊 我叫了這個防空十字軍 其實 回頭來看不是很很正確的一個選擇 我只是一直在想 我平常不叫這台車的 因為我覺得這台車很爛 但是因為我看對方是空降 所以我想說我要叫這台車來防他的那個 司徒卡巡航 只是這個時間點就好像有點 不是那麼好 可以啦 幫助你打的閃兵是沒什麼問題的 我是想說我現在他有4號 對 比較 其實就可以就是不要跟他打就好 嗯哼 他4號在哪裡是回來的就好 但是我必須說啦 我專門叫著在十字軍出來防那個巡航 結果他後來的表現讓我非常的失望 我們等一下應該會有機會看到 他的表現真的是十分 不讓人滿意 而且這台車 好 我自己感覺他在 防控車反步兵能力裡面算是 最差的一個 他打人總是好像不太痛 滿懶的啊 對啊 我看沒有什麼人喜歡叫這台車 尤其他還滿貴的 他要 其實我看到現在很多英國的打法是 我前面出一台是陸甲車的時候 後面接的 後面接這個 後面接這個 對 但是他的時間點比不早 嗯哼 因為他前面會 前面突空會 我感覺對北飛出這個可能還稍微好一點吧 北飛輕載具比較多 呃 對 但是我覺得是因為這一把你 突空出太多了 4號太早出來了 嗯哼 然後你應該要繼續 我覺得你應該要繼續補兵 你補兵太少 嗯 我現在其實是有資源的 我可能是 因為 因為你選裝甲的關係 我甚至覺得你多補兩隊公兵 應該都沒什麼 嗯哼 其實我現在的確也有資源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沒有在補單位 我可能是想等秋吉爾 不過秋吉爾其實能力夠了 是油料不夠 他現在步兵量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個步兵 他倒是沒有補他的 公兵啊 他最一開始的公兵就一人然後待在家裡 的確 看到 其實他沒有散開來佔點 蠻奇怪的 哇 我那個炮原來有轟到這台車 我還一直覺得我這場基地的那個炮什麼都沒有轟到 就炸到那個 炸到那個 嗯 秋吉爾都過了 還可以打 其實現在還可以打 其實我覺得我這邊完全 可能可以等黑王子 但是就是因為 一直以為黑王子只能交一台 昨天他fix過可以交兩台以上的話 我覺得目前階段還是 還是選一般的秋吉爾 是嗎 這邊算是有引誘到他吧 他跑去追我的十字軍 然後這邊啊 他的巡航來了 我想說 好啊 我有這個十字軍防空 應該要沒問題了 結果這個十字軍防空打半天 沒有把這個飛機給我打下來 他一直在打 可是飛機完全沒有掉下來 我非常 我對他非常的失望 而且他不是說在很遠的地方 他就在這個巡航的全範圍旁邊而已 結果那個飛機一直沒有被打下來 所以說這台車到底有什麼用 我真的不知道 他經驗值有在上去啊 只是 沒有把飛機打下來 對啊 我是不是還要開他的那個 一星技能 增加射速才能打下來 我真的覺得好扯喔 他等於完全沒有 妨礙到這個技能 或許可以試試看嗎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 很少出這單位 有看到這個單位 都是 RP裡面看到都是 英國優勢的 對啊 所以我那個時候 然後本來以為這是我的一波 轉 轉獵點 我要可以把他飛機打下來 然後他的載具 就要被我虐爛了 結果沒想到 這個你還是有打爆一排四號 我覺得還是有死 我掉了一對 Tommy 我有一對Tommy被他打死 然後你的工兵沒有在修出 對有時候叫他們修 車長在動他們就不修 看起來有 唉呦在修了 這邊我看一下 我有開步兵訓練 感覺現在步兵訓練 基本上是避開的 嗯 這邊邱吉爾也打掉他一對 直接一炮打掉一對 列兵 這樣子我就覺得 我掉那對Tommy好像沒有那麼虧 現在看起來 我覺得你算優勢啊 所以我才說不劇透 不劇透後來怎麼樣 反正保證精彩 我覺得你的工兵要再多出啦 因為工兵便宜 然後加上你需要修程 的確我後來好像有在補一對工兵 補一對Tommy 呃因為我想說死了一對 我其實是不太對工兵能夠打贏那個空降列兵 沒有那個信心 所以我會覺得補兵 打不贏 他那個都 他那個上星的一定打不贏 對啊 所以我就想說 不能再出工兵這種近距離 因為我根本貼不過去他的 但是你需要維修 呃的確 我的確是需要維修 尤其是邱吉爾 邱吉爾很需要維修 嗯 其實你看到對手的組成 其實你的邱吉爾可以兇一點 哦是嗎 對啊 因為他 你知道他只有一對裂兵 你知道他爆了一台4號 單純一台4號是不太能跟邱吉爾打的 的確 的確 我可能有點太高估那個裂兵的 Pancer Shrek 要不然就是我太低估了邱吉爾的硬度 畢竟我沒有很常用邱吉爾 你那個 裂兵的話 你可以用防空車去打就好了 嗯哼 就讓他選嘛 你要打防空車還是打邱吉爾 這邊又來了 我覺得 欸 你不知道油料夠不夠交第二台 本來夠了 但是這台要爆了 被他這個飛機 然後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Crusader又 我這次有開技能啊 他還是沒有把飛機打下來啊 我這次傻眼 兩星 然後我還開技能 他還是沒有把飛機打下來 這台車真的是有夠爛 那飛機都飛下來打他了 他還是沒有把飛機打下來 其實這邊我看到我這個邱吉爾死掉 那我本來以為我要沒救了 但他的4號也沒有很兇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要再兇一點 我什麼都沒有其實 其實現在的資源也沒有很多 就是彈要一直累積啊 因為你看他空降工兵都沒有發武器 嗯 對啊他有什麼不發武器 應該發一下 所以我覺得在累積資源要叫第二台邱吉爾 叫風暴突擊隊 喔 對他後來出了一隊那個 Storm Troopers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烈 通降裂兵360 然後風暴突擊隊是400 440嗎我記得 420 420 對啊 其實感覺有空降裂兵應該就不需要 風暴突擊隊才對 對但是我覺得他會想出 是因為他有開軍關 所以他出來就一行 我覺得這邊他非常優勢啊 第二台邱吉爾現在才出來 這場至少可以看到很多坦克爆炸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能力現在有多少 但是 130 130 然後你有兩隊他們 欸這一隊拿一踢 對這一隊拿一踢 不會 沒辦法做進攻啦 但是防守應該沒什麼問題 因為邱吉爾的硬度夠 我其實就是一直在想 我到底是 我後來給星價這隊真的是布蘭 因為我就是覺得 反坦 應該靠邱吉爾就好 我覺得是因為我被裂兵 我對裂兵有很大的恐懼 我總覺得裂兵很強 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增加我的 反步兵 是因為我覺得我會擋不住他的裂兵 不是裂兵 不是那個一般的裂兵 是空降裂兵 我總覺得空降裂兵很強 他空降裂兵都死光了 沒了 蛤?他的風降裂兵死光了 沒了 看來我那時候沒注意到 我現在也沒注意到 他第二隊扣在裂兵又怎麼死 他第二隊扣在裂兵又怎麼死 不要記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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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是 有啊 這都有標到 是 效果還不是夠好 而且他是一個範圍 他們出了範圍就沒有 就沒有用 這邊我記得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憨恨 我覺得這一波我的丘吉爾 應該是要輕鬆贏的 呃 你沒有開裝甲訓練的話 其實不要這樣重複比較好 你有開裝甲訓練在重複嗎 有差這麼多 有 尤其是穿身 對嘛 所以我剛剛丘吉爾一直打他 會 彈就是因為 沒有裝甲訓練的關係 穿身的位置 欸 你都換掉了啊 是換掉了沒錯 但我本來覺得應該要是 我應該是要可以全射推 我畢竟 滿血推他還開了那個技能 結果居然還打成這樣 我其實是蠻失望的 他兩台的造價還是比你一台 然後加那個 標籍車輛的難過啊 這倒是 這倒是 而且他現在也沒有裝甲 對 這邊 沒有閃掉 槍榴彈 我這邊按錯了 上面這一對 湯米不應該撤的 第三台丘吉爾 你說這場 至少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坦克爆炸 這場上 已經爆了三台 兩台丘吉爾 四台 還是三台 四號 蠻露窗 兵量其實也很少 因為他 是死光 他現在只剩四隊兵 對他其實好像也 掉了蠻多隊兵 對我好像中間也掉了 又掉了一隊湯米 這邊 理論上這個丘吉爾 應該也要很好打 才對 結果又是 飛機 不過這個飛機現在真的是弱很多了 如果你有保持移動的話 其實不太容易被打倒 我這邊開了 裝甲車訓練的 好像還是沒有開 坦克訓練 喔對 應該還沒開 又彈掉了 這邊我也是很隱恨 我好像沒追死這台四號 真的很難 你看 沒有開 裝甲車訓練差很多 真的 彈掉了 就差一發 如果那一發沒有彈掉 他就死掉了 這邊追不到了 然後追不到還要被裂兵追 然後這邊他又有一台四號 然後我這個 這丘吉爾很微啊 再來丘吉爾能不能活著回去 看起來應該是可以 看起來應該是可以 所以你可以放天 啊對 我也一直忘記 丘吉爾有煙 其實應該放煙 不常玩 這邊終於輪到我運氣好一點了 我感覺 換他追不死我 而不是我追不死他 差一點點 丘吉爾剩下三十六的一些 對 那這邊他其實應該沒剩多少單位 嗯 他只剩 就四對 四對步兵 然後 還沒有修的四號 這四號 這四號剩多少血 這四號剩十滴血 對 我就像你這個丘吉爾就開回家吧 對 後來我有再把我玩回來 因為你這個 這個公兵也只有兩年 我們修很慢 對 也有點微 只有一半的效率 所以修你也會受到人數影響 對啊 會 我一直不確定會不會 然後現在你看到上面那隊拿AT的 其實可以直接走到他的運動就好了 喔你說 喔對的確 那個獵兵只有拿火箭筒 終於又補了一堆狗兵出來修 不然修太慢了 我這邊終於開了坦克的那個訓練了 下次應該找到一個開 我覺得有一台秋吉爾就可以考慮看 有兩台就更要 這個 有開的準度 有感受到有差 這邊 這隊公兵能不能 能不能把點站下來 感覺不像鬼 秋吉爾趕快往前 秋吉爾有點慢 還是彈掉了 秋吉爾 please 4號一直彈一直彈 又是這個飛機又來了 其實這個飛機真的就是一個 比你車盾 尤其又沒有飛 英國如果那個 十字軍都打不下來的話 哇 我相信那個卡車的變 變種 防空板應該更打不下來 這個飛機 哇 這邊還飛機還掃射到我的地雷 還有我自己的引擎壞掉 這個真的是 兔血 然後這邊很尷尬 這個秋吉爾沒辦法從這個鳳過去 然後如果不過去的話 他就一直待在那個圈圈內 一直被掃 有夠尷尬 所以就選擇 住院選擇錯誤 其實你剛剛那個 就直接從你家大門口 一直退過來 像你自己知道那邊有個地雷 你自己的車最好不要開過那個地雷 這個也是操作力 不過這樣真的不行 我已經算是有意識的 所以要防空了 但是是防不下來 真的很難過 你的車子掉了 你的防空車掉 是啊 但就算他再也防不下來 他已經兩次機會給他了 他就是防不下來 看他們修理的動畫 在秋吉爾也是經歷了很多 蠻木窗衣 他這邊 因為他有開那個 所以他那個都有心急 這邊他蓋八八炮 這個八八炮蓋下去 我就 推不過去了 因為八八炮也只能防中間而已啊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不要去這邊也要 的確 我後來事後回想也是 我應該就乾脆上下兩邊跑 只是可能 秋吉爾兩邊跑 我覺得秋吉爾現在最好的用法 用法就是你一個心點做一條 對我應該要再擠出第二台秋吉爾 然後上下可以買你 一圈 然後可能旁邊買個地雷幫他亂撐 我這三星的Tommy也是真的 真的硬 就這樣硬生生的把地雷站下來 這邊看到八八炮了 趕緊 往後跑 八八炮還是很痛 其實這邊剛剛我是有資源的 我 我卻選擇是去造機槍和反兩個炮 而不是再出一台秋吉爾 其實現在這樣回想起來 我的確是應該直接再出一台秋吉爾 比較好 然後你的破炮其實也可以去打那個 八八炮 嗯 他這些陣地在三代裡面 如果 政爭迷霧 開出來就是如果你沒有視線了 你會完全不知道他曾經蓋在哪裡 就是小地圖什麼都不會顯示 這個有點討厭 一代是會顯示的 我不確定二代會不會 二代有 你剛剛斷掉了 是會還是不會 不會 不會 但是如果是碉堡那種是會 像他這個是屬於陣地 跟碉堡不是應該是 一樣類型 就像你一代美國蓋105的時候 也是 105不會顯示出來 對 這邊我就開始被他磨VP了 這邊中間打煙 想要進去站 下面有炸到這個裂兵 有收掉裂兵 只有我覺得這場我真的是到後面 我不該輸的 上面機槍壓 爆兵 國富豪兵有煙 下面抓再來騷 對的確他的八炮顧不到下面 上面 我的確是 應該著重上下 中間那一隊沒空 冰棕組合其實 你出AT槓也可以 他不太能 他沒辦法防 AT槓 對啊 下面有AT槓 對 剛剛下面有AT槓打掉一台4號 我覺得我就是 如果是出邱吉爾的話 可能控新典會控得更 控得更好 你邱吉爾就坐在新典上面就好了 對 像你現在 就邱吉爾就坐在下面 然後你的三隊步兵 全部往上 嗯 的確 我覺得邱吉爾就不要一直動 因為邱吉爾的速度太慢 嗯 我覺得我就是 這個就是經驗 我還在想著 是不是有機會 可以弄掉他的八八炮 其實根本就 不要跟他 其實如果真的想要出八八炮的話 你就出那個 主教就好了 主教 對 主教我覺得現在是 對 他們有對主教有做改動 之前有把他的炮擊能力的間隔縮短 原本一次 原本60秒CD 現在是30秒 像你這邊淹了那個八八炮 可是你的坦克沒有上 對 就沒有意義 對 陸淹那個 淹十號 淹十號 對 讓他需要往前出淹 然後被AT打 嗯 然後像你現在看到他場上 基本上 你看到兩隊 空降工兵 然後一隊 空爆乳機兵 他步兵其實很少 嗯哼 其實你可以靠 靠 靠出 那個 弓兵就好 可以數量優勢就對了 像你打風爆的時候 你就 兩隊弓兵 甚至三隊上一天 他一定要跑 一隊 還有一隊 還有五個 還有五個 還要五個 五個 你應該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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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像你中間啦,他只有4號在守的話 你就AT往前推一點,然後後面去站 他4號一開的話,你AT就可以打了 嗯哼,對,AT好像太後面了 而且你們中間還有機箱,其實應該是要能搶下點頭,對嗎? 對啊,我也覺得 除非他的4號機箱一直打到 丟了GD的超級魚,但是好像炸不掉的辦法 像這個時候,我AT就會往前走去先一點,因為你先一點不夠 最好是搶先一點,你直接用AT站都沒有問題 對,我其實這邊應該讓AT自己 反正他的步兵都被壓制了 像這個時候就一定要去往前站 他沒有步兵在場上,你看到他撤退了,你就趕快去站 這個時候還是有點過於保守 哇,那個GD的砲擊好不準 像這個時候,其實應該剛剛你的機槍或是AT往前走 現在頂的站下來 對 你看你看,他一開砲你的AT就在打 他要後退啊 然後你機槍壓制衝上來的步兵,所以沒問題 他現在下岩就沒辦法 欸不對,這岩是你下的 下面也有在站 上面也有在站 這樣一直打到最後我都還覺得 有機會有機會有機會 真的後面真的是 我一直覺得你應該早就要贏 對 我也覺得 他爆兩台4號的時候 就是家裡爆兩台4號 跟你換一個秋節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時候就很難 所以我至少我才會覺得說需要你來講 因為我覺得這樣我真的是應該要贏 他太虧啦 八百多人力,兩百有 換你四百多,五百人力 然後一百多有 你賺翻啊 呵呵 他要兩台4號 因為他把你的 幫你死 就剛剛中間掉了他 上面站了 可是 下面 其實我覺得這個時候 真的就是不應該再跟他 槍中間 不知道你現在人力的狀況是不是 一百八十 因為我又補一對AT 這也不知道為什麼我要再補一對AT 你又出了給我 可能是心裡想著 AT槍是八八砲打不到的東西 但這個煙啊 我就不建議這樣打 應該在打在圈的外面靠他那邊 喔 他看不到你 因為打在裡面 對對對 他可以進來跟你一起站 最重點是他可以進來 那個就比較麻煩 這又學到了 對,煙應該打在他那邊的外 除非是已經是你站到了 你已經站到那就沒關係 是我要進去站 對,你要進去站就 你要最好能看到點燒是 嗯哼 喔,看到你記得沒力 有打掉燒 我感覺我 對,所以這場真的是 我感覺我殺很多東西 但是 最後卻 戰點 12比13 這場真的是 所以我說不管怎麼樣保證精彩 對 那你的秋吉爾就 其實就一直坐在 坐在點燒就好 嗯 你有兩個A技演過 你其實可以做的那些關係 就是你離開 八八炮的射程範圍 這就有點難搞 就是 其實最好的 現在最好的就是 你上面有了嗎 那你就去搶下面 因為你知道中間有八八炮 對 那你就兩台A技都可以去下路 對 那這邊 他這一隊 中間這一隊 空降攻兵就是死不掉 就被他拖著 沒辦法了 來不及啦 非常 可惜 但是真的 的確 中間有很多 可以做的更好的地方 我覺得你都要出秋吉爾才對阿 秋吉爾都沒有出 對 你有料夠嗎 有料夠 我其實完全那個時候 完全可以出秋吉爾 不是出什麼 有料夠 我繼續 對 就繼續點秋吉爾就好 我覺得這個都是經驗 就是看到八八炮 然後我的腦底就會覺得 那我們就不要出坦克了 但是其實 那一台不是北飛的 他不會動 他就在那裡 對 對 如果我把那機槍跟 反彈空包變成秋吉爾 超好很多 其實這個跟二代打陣地 的時候一樣 就是他如果蓋了很多陣地 在某個地方 那就不要理他 他花了資源 就守一個頂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種 你就給他 你就給他 這個也是一種大家可以 培養的思維 就是 我們看到一個陣地 常常直接的反應就是 我要去摧毀他 他要被毀掉了 我才有機會 但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繞著他走就好 等你覺得 我有辦法處理他了 你再去處理 其實英國要處理 八八炮陣地 算是蠻輕 蠻簡單的 你處理他主教他就很煩 的確 我其實覺得我明明就有足夠的資源 但我總覺得主教你還要解鎖 然後你再出他 哇這樣是不是浪費很多資源 在一個東西上面 但其實仔細想一想一下 也沒有真的那麼多資源 像你看 你剛剛機槍跟AT不要出 主教一台就有了 對啊 的確 OK 那 感謝林克的分析 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們想要看 林克最近比賽的影片的話 可以到他的 YouTube頻道上面去看 他會對我把它傳上去 那都是高手之間的對局 非常非常值得看 我自己最近也都在看 那如果你們要搜林克的頻道 我會在底下注意欄裡面有放 或者是你們直接在YouTube上面搜 是尚未林克嗎 還是就林克 英文的 英文的 Captain Link CPT Link 應該就可以搜到 我自己在YouTube上面打林克 然後後面接不管是英雄聯盟 還是接世紀帝國 基本上都可以搜到 如果你們是玩世紀帝國的 林克也是 高手型的世紀帝國玩家 OK 那 感謝你們大家收看 那我們就下一次再見囉 說掰掰林克 謝謝掰掰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